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真的能颠覆世界现代化的规律吗 真的有所谓中国是现代化吗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龙修教授文贯中先生在中国民主记刊 中国是现代化研讨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 一生践行直指要害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文贯中先生的观点 文先生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曾经认为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 就必然会在中国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随之而来 中产阶级会自发要求人权和政治上的参与权 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那么中国就会逐渐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味道上来 东亚其他地方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过程 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 但是他们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出现 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并没有必然导致政治现代化 反而民族和自由随着经济现代化而大大倒退了 这就说明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拿台湾跟大陆比较 就能看出这个端倪 在一段时间内台湾实现过专制或者说威权政治 但是即使在这一段时间 国民政府一直把宪法放在终极目标上 中华民国的宪法确定了从军政到训政 最后走到宪政的三个阶段 国民党领袖所要求的无非是由执政党决定 何时根据形式从一个阶段走向下一个阶段 这个决定权由国民党才赌 当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同意实行宪政时 政府可以说这本来就在政府的规划之内 所以想民主转型政府既不丢面子 也不会丧失合法性 老蒋没有这么做 小蒋给做了 照样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觉得终于兑现了宪法的规定了 所以台湾是能够和平实现民主转型的 大陆就不一样了 它由共产党统治其终极目标 说好是要回到初衷的 也就是回到共产党宣言里 所设想的世界共产主义的愿景中去 大陆现在急剧转向 重提初衷 是符合中共党章 符合卓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 一切本来都写得清清楚楚 是有合法性的 只是世界误读了 如果中国转向民主政治 这在中共看来 没有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 因而是颠覆性的 是非要动用军队镇压不可的 所以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终点不同 决定了两种模式的本质差别 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 特别是中国取得经济现代化的奇迹 给中共叙了很长一口气 给它一个巨大的合法性 这和前苏联有很大的不同 前苏联起步比中国晚 经济十分困难 人民普遍不满 社会极为动荡 就容易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 应运而生 觉得自己的制度一无是处 一直依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 却无法兑现 关于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许诺 觉得不如放弃 这种依靠欺骗和暴力维持的制度 但在中国经济奇迹出来后 中共的合法性却大大增加了 第二点 我认为民主可能跟经济发展的水平 关系不是很大 例如印度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 人均收入比当时的中国还要低 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在推民主政治 他们的人均收入也很低 中国现在人均收入已经只比中等收入的上限 马上就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了 但在宪政民主的道路上 他反而退了回去 所以说经济发展一定导致宪政民主 以为两者之间一定存在一个先后次序上的避难性 或者说因果性 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 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得意加入WTO后 所享受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美国 欧洲 日本 遵守WTO的规则 对中国奉行全面开放 以取得中国用15年的宽限期 将自己彻底改革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诺 欧美的期待到时 中国将和他们一样全面开放 中共抓住这个机遇期 即对方全面开放 自己却不开放 打了一个时间差 占了欧美日全面开放的便宜 欧美日 特别是美国 曾拿中国获得资本科技 科技人才的培养 以及就业机会的扩张的主要来源 中国本来很多生产要素是绝对过剩的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是被大量浪费掉的 或者说非常低效的使用者 这是为何当时中国人人均收入如此低 民众如此窮 但是WTO要求全球所有会员 都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 这个绿灯一开 中国闲置的巨量的生产要素 突然被允许进入全世界的要素市场 没有障碍的进入到现成的各种分工体系里面去 得到了有效的使用 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虽然世界也获利了 但中国获利更多 所以中共自己也承认 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 加入WTO之前 中国完成了两大主要经济体制上的改革 分别发生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第一项改革关系到所有的农村地区 关系到几亿农民 以及后来涌现的几亿农民工 这就是包产到户 通过把土地使用权分配给农民 人民公社瓦解了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种当代的农奴制 反动而残酷 在推行包产到户之后 农奴制瓦解了 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一下子释放出来 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一日得以节省出大量的农民 他们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 进城 进场打工 参加到世界分工里去 这就是将近三亿多的农民工 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 除了劳动力 土地也是高度浪费的 包产到户后 土地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有些耕地可以转让出去 这就促进了城市化和农业化 包产到户这项改革的意义十分深远 而且发生在1980年代 发生在1990年代的第二项改革 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 高达50万家的国营企业被卖给私人企业家 一下子把国有企业的资产盘活了 不久中国加入了WTO 这些企业得以迅速参加到世界分工中去 可是2011年底 中国加入WTO后 将这样关系到整个农村和整个城市地区的改革 反而消失了 我们看到的是国进民退的历市场化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发生在胡温时期 到现在就更加一发不可收了 公开变成党指挥一切的体制 换言之在中国是党决定性配置所有资源 如果说改革派对此危险的趋势 做过最后的抵制的话 那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他们推动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举议 提出要加速发育要速市场 由市场来决定性的进行资源的配置 这成了改革派最后的呐喊 可是这个决议马上被各种底线论架空了 决议又变成了一纸空文 甚至变成了一个骗局 因为有了这个决议 事件又产生了幻想 认为中国是不是对市场经济来争的了 真的要培育要速市场 并由要速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 这可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标志或本质特征 可是就像中国模式 想象成东亚模式的等价物一样 事实证明在发出尽快发育要速市场的呼声 并写入庄严的党自己的决议的同时 是能看到的却是党国体制加速完善 期望要速市场来决定性配置中国的资源 不过是人们又一次的一厢情愿罢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是中共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 转而在一党专制下将经济资源全面向军工 倾斜走一条民贫军墙与发达国家对抗的道路 中共领导下的现行党国体制引起全世界的焦虑 这样搞下去中国的体制必然离民主宪政越来越远 却在扩军备战 对抗世界民主阵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跟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 德国意大利体制的对抗自由民主体制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我讲一讲对未来 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预测 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 中国现行体制对世界的民主自由事业构成严重挑战 决定联合起来应对 首先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致否认 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 这就意味着在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中 以及这些国家单独与中国交往中 他们会拒绝承认中国有权享受市场经济的地位 理由很简单 在党国体制中要素价格是混乱的 并非由要素市场决定 而且一旦需要 企业是可以得到党国的国库 党库无底线的资助的 这就使得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 处于不利的地位 受到不公平竞争带来的致命威胁 维持发达的市场经济 会用关税或配额惩罚中国企业的不当行为 中国企业将处于极为被动的触境 第二 这些国家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既然你那么有钱 大量造兵舰 航母 火箭 卫星 原子弹和宇宙飞船 为什么一转身要称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要求继续享受 发展中国家才能享受的关税和其他优待 中国是存在大量的穷人 但是只要制度性的障碍 如土地公有制 其是农村人口户籍制 不彻底改革 城乡贫富差距 只会扩大 那就请你省下庞大而挥霍无度的军费 维稳费 三公消费 一带一路的烂投资 乱援助 去帮助自己的穷人吧 这本来就是你中共自己许落了70多年的事了 以上两项不承认政策 对中国今后长期的经济发展会影响很大 我刚刚讲到 中国经济的奇迹 主要是靠了全世界的开放 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开放 因为其他因素 例如党的领导过剩的生产要素 人民的勤劳 守纪律 社会的稳定等 在世界向中国开放之前 他们一直都存在着 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奇迹 常常只有冷祸 对中共来说 自然是不愿承认发达国家向中国开放 这也功劳的 承认了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样的神话又如何自远其说呢 中国奇迹的功劳除了归到中共的头上 还能归到谁的头上了 既然如此 今后世界对中国就不客气了 会实行对等开放 你开放到什么程度 我也开放到什么程度 既然中国自己的门关的这么紧 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也把门关下 直至对等呢 如果严格对等 中国现在那些完全关闭的领域 比如互联网 以及带来巨大的网上商机 出版事业 广播事业 艺术 教育 高科技 研发 等等 发达国家原则上 也是可以对等的 完全关掉 或关的极小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是中需求严重萎缩 这就使三大过剩问题 即产能产品和生产要素过剩进一步的加剧 要解决这三大过剩问题 即使在全世界向中国全面开放的前提下 也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才能真正消化 这也是为何中共一直奉行一条韬光养晦的路线 准备一百年不动摇 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超级巨型国家 和日本、德国、意大利 这类战败国不一样 美国来自世界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消化这类过剩的问题 而且世界也确实在十分有效的帮助中国解决之中 使中国从一个赤贫之国 成长出有将近四亿人口之巨的中产阶级和三亿之巨的农民工 后者的意识想已经跨入城市 一半跨入了现代化 使中共自己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 在阻拦他们彻底融入现代化 中共现在一边叫板全世界 一边否认现行国际秩序帮助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 极左要联合俄国一起予以彻底的改变 那世界为什么还要通过自己的全面开放 帮助中国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了 发达国家会根据对等的原则 推行上面提到的两大不承认政策 逐渐把门关小 中国最高当局 目前最大的担忧是需求疲软 这种判断还是对的 但是由于中国极刑的城乡二元结构 造成城乡人均收入差和财富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因此内需难以迅速提升 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对抗 又会引起外需的长期不足 内外需不足就会联合发酵 城市的工作机会 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形势 一定会每况愈下 使中国今后只能维持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共今后利用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 左右世界舆论 改变世界政局的能力 会逐渐的削弱 为继续欺骗中国民族 中共最近突然提出了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 其实就是承认搞不了全民全面的现代化 只能退而遵求一党专政下的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化 也就是城市极形繁荣 和农村相对平均化的长期共存 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的一朵奇葩 本来通过发育 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 是可以逐渐达到城乡收入差的弥合 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最后的消失的 实现真正全面的现代化的美好理想的 可是中共为了维持一党统治 为了这种可耻的私利 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 就这样被活活葬送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